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娱乐圈里的一个特大喜讯了 很多赵丽颖的粉丝们想必知道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那就是赵丽颖的生日 而在赵丽颖的微博中更是爆出了她与冯夏峰的结婚照 想必很多网友们也都是非常惊讶的 在此之前其实就有很多网友怀疑 两个人就已经有了恋情 而且也已经领证了 不过当时两个人却都是口否认 所以在当时的时候 很多朋友们也都没有多想 但是在之前的时候却有很多的迹象 证明了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 因为之前就有网上爆料称赵丽颖最近成功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已经怀孕了 而且更是有网友拍到冯少峰 与他多次被网友偶遇 两个人经常一起牵手逛街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恋情可以说是做实了的 而在一次节目中 冯少峰被问什么数字最好 冯少峰当时就说出了赵丽颖的声誉 可以说种种的迹象 两个人恋情可以说是非常的甜蜜了 而在很多时候真的被网友拍到 两个人常常在外购物 同矿照频频流出 我想他们两个人也真的是要瞒不住了 可能也正是想等到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公布两个人的结婚照 才是更容易的吧 不过不得不说的就是在之前 有网友拍到赵丽颖吃饭的时候 小富威威龙起的照片 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网友猜测两个人已经结婚 而且有情况 不过当时因为工作人员一直在否认这个情况 所以也没有得到证实 不过对于很多网友来说 这样的种种迹象 还真的是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呢 再之后赵丽颖当时宣布与经纪人结束了合作 网友们当然对于这件事情十分的关注 不过也网友爆料出他们两个人 现在的经纪人是同一个 而且之前就有人爆料 趁两个人就已经疯子结婚了 而且是在上海的一个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 现在两个人的结婚照都已经爆料出 可以说是坐视了两个人结婚的消息 赵丽颖与冯绍峰两个人能够结合 可以说是娱乐圈里的一件大喜事了 对于我们的女神赵丽颖的结婚照 很多网友们也都是十分的满意 赵丽颖不仅年纪好 而且颜值也是非常的高 希望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可以幸福 很多网友更是表示 冯绍峰要对尹宝宝好 一点不再把你炸至两面金黄 可以说是十分的幽默了 还有一部分表示 坐等宝宝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好索兴 OK